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已经口头上跟我讲说是155 那等于说他跟我讲 表示他的手可能没有去按那个马表 那那个时候马表你听到 就是B的一声 那时候我内心就开始会颤抖 我就会觉得说那B的表示就是 又跳表了嘛 那他这时候 这样你就颤抖了 我就会颤抖 心就要再颤抖一下 我必须要说 这会不会吗 你们在搭乘计程车的时候 在塞车的时候 你就听到那跳表 B... 我内心会纠结说 都是钱对不对 后来我觉得我宁愿叫那个 就是叫一般的Uber 因为我知道多少钱 你会听到那个跳表机 我就会比较平静 OK 好 所以那个跳表机还蛮伤心脏的 其实让大家都心脏都会露一拍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 他如果说找个八百四给我 我会认为是说 好像就是在凹我那五块钱 我觉得那个KIMOGI是我被凹 对 而不是说是因为说 今天是迎货两气的那种感觉 如果这个要成为诉讼有办法吗 可以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那个 最后面那个一百五十五跟一百六 矩阵的问题 通常我们的运送契约是这样子 我跟你达成一个契约是 我上车到目的地 这是我们的约定 照表挑 对 照表收费 这两个人约定好 就是这个事情 就照这个走 那现在问题上车很简单 上车不会有争议 上来就是这个上车 按下去就跑了 跑到现场的时候 现在问题来了 到了目的 正常来讲 到目的地就算是终止 运送契约 那问题是找钱的过程 以及要不要到了以后 马上去按那个停止表 这个会产生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模糊空间 因为找钱也是一个服务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找钱并不是运送 你不可以用那个找钱 我蓝山一直走 走五分钱 跳五分 有个人下车也五分钱 好 我讲到了 我现在最正义的问题 是后半段那个 后半段ending 照正常来讲 我们合约是照表 如果ending照表 那就是一百六十 对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那个司机 已经口头讲一百五十五 代表他已经承认 当他讲一百五十五的时候 ending住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一百五十跟一百六 但是表跳一百六 司机讲一百五十五 问题来了 我问你这五百块 我说马力先生你帮我告他 我说好 我帮你告 请问你如何证明 司机先生讲一百五 那我想问你 就是一般的客人 请像这样的案件 你收多少钱 划不来嘛 我还没讲完 我们就划不来 一口气 对 谁说的 但是我还是会劝他 除非你 多少钱 你全程有录影 你全程录影 录到他有一五五 讲到出来 不然的话很麻烦的是 表上面是一六五 你请我打官司 不管花多少律师费 你一口气 我认为还是会输 我跟你说 这个很小的案件不要花律师 不要打官司 真的不用打官司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今天主题 不是钱的问题 感觉不对 各位需要用钱 来发泄感情的 私下找我 没有问题 就是问了那五块 我要花五万你要告他 没有问题 这个我可以帮你们出气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我说过 运送七月的那个ending 有点模糊 那你要证明一五零跟一六 一五五跟一六零 是我们要告人家 我不曉得你们有没有做过那种经验 就是那个警察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边停 他还是一直开一直开 归宿 归宿 一直出去 你就是要开到什么 再跳一格 对吧 你心情的不爽 就叫你停 他又不停 他会说 他会说那边红灯 红线不能停 然后前面堵车不能停 一直给你收拾 他会有讲的话 对 你不是说麦当劳 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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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开到啃头子了 真的 对不对 他又要再跳一次 因为你知道我们进行车 几公尺跳一次吗 两百 对 他已经开了一百五六 一百五六了 想说 再凹一下 再凹一下就有了 就说麦当劳开了 看 还有一种是什么 你知道吗 做一百九 二百公尺 没有零钱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有零钱 跟你拼一下好不好 你怎么说 好啦 就是这样 不然怎么办 不然你要怎么办 不然怎么办 现在就问 是说你有赤膜嗎 我要赤膜而已 像我的话 我就避免尴尬 不用招 至少我心情愉快 不用再尴尬 不用了 我告诉你 不用钱没有问题 他十块而已 人家也十块钱 有时候就是他这个态度 就知道他是故意要 占你便宜这样子 对不对 有一种司机就是 你跟他讲说 我要到华市 好 你叫华市录影 好的 没有 是不是好的 他就不回答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就完全你跟他讲 他不讲话的 不讲话的 我到光复南路 几向几号 然后车子就开走了 对 我常常碰到这种 真的 不给你应答 我后来都会跟他讲 我跟你说 他刚才跟你说话 你有听到 我都会这样问他 因为怕他不知道地点 我刚才都跟你说 你有听到 他才会讲说 有 他会不会再到你太惊讶了 不敢讲话 不是 他都跟他动作敌自尾 你也拜託 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有一些车子很臭 有些烟味的 烟味的 烟味的 那是不辛苦的味 不辛苦的说 刚刚好上车前 他又吃了大肠面线 还有加蒜 要一直打嗝 整楼都一直打嗝 而且他不只打嗝 很痛苦 一路打嗝 就算他一直在 试图把他牙齿当中 沾到某的脸 就吸出来 可遇过吗 就是真的 他自己观察入围 他都经验 他每天都在做 他每天都在做 可是我觉得 也不是说 一竿子打翻船 当然啦 有些有经验的 没有 我有些遇过那些 有些真的人非常好 真的就是甚至 我也有日本 不好意思 我在唱歌 我有一次要去东京吧 你知道东京的飞机是 在松山做的 這樣 結果 有的司機就看了 我們就背行李 他就說 你要去 要去日本嗎 我說是 不用去啦 我跟你說 世界臺灣最好 剛才這種也是這麼說 硬要聊天的 我說什麼 他說 你覺得去過 不要來 人家就跟他講 人家跟他講 我們臺灣比新加坡比東京更好 這樣啦 我說這樣 不然我們有時候 要去學習一下 看一看 他說要學習什麼 我們要學習說 我不能看過他們的手機 在移動車 穿哪個衣服 我們那個 翻車 在移動車 我家人 手把我按住 對 不要再講 不要再說了 你不怕被打 不是 怕霧典啦 叫霧典啦 不是 我 人家都想去霧典 打赤腳 開進行車 然後一直講說 我們比人家好 對啊 我是有過一些經驗 比較尷尬的事 因為你花一樣的錢 你是不是想要做新一點的 看起來就是乾乾淨淨的車子 對不對 但偏偏有時候你去一些地方 那個車子不多 你也沒得選 然後呢 我那次是我們去台東玩 要坐飛機 回來要坐飛機 那我就是到了 就是從我要去機場的一個地方 假設我在台東市區 我要去機場 我就等幾天沒車 終於來一台了 但是你就遠遠看那一台來 那個大概二三十年的計程車 那是非常舊的國產車 然後開著開著 你喬窮得不起 也不是 就會 那個後面還會放屁 那個還會放屁 這個是跑車才有的設備 所以我想說 我就跟我太太要想再看一眼 我說沒辦法 現在也只能坐了 結果你知道 你知道要開到那種車不容易 硬爆 要坐到那種車 F16V才有 正當我們要上車的時候 突然 後面又來一台 新的 然後人家在空車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假裝那事 就說你們不是要坐車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只在跟朋友在接 OK 林隆不行 我剛好跟你想法 我有時候覺得說 因為如果我們都秉持這種想法 那他本來會開這個車相對 可能他就比較沒有比較困難 所以你又不給他機會 你真的他就可能很難 惡性循環 對 所以我真的會認真坐上去 偶爾 偶爾也會遇到 偶爾是 偶爾客就是這個面子 偶爾客 可是我覺得我們車很穩沒關係 但是要做好維護 要乾淨 乾淨得維護 我講實在話 就是說 大部分時機都是好的 這樣子 只是說 那個日本的進行車時機 大家都自己做過 對 乾淨 乾淨 還有什麼 穿得很整齊 就穿得很西裝 他們都穿西裝 還有呢 戴帽子 戴帽子 戴手套 對 戴手套 車隊的也通常很多有規定 是 是 我是說人家是整體 而且他們有一個柵欄關起來 還有他們不會在車上聽收音器 是嗎 對 他們不會聽音樂 不會在那邊就是有的沒的 那甚至不太跟客人交談 他就他的工作 就是很專心的開車而已 我們台灣不一樣 我們台灣 還有我看那個 所以駕駛臺 整個都當神明 有 有 來 我們先休息 儘管 是